啊 替雲林洗霜美食沙漠的污名后 接下來我們馬不停蹄要前往嘉義啦 人家大雨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你 你是傻 所以二進嘉義而不入 我哪有不入 我二進嘉義哪有不入 已經到嘉義了 我說的不入是 我是真的挺憂鬱的 因為你知道嘉義最有名的是什麼嗎 火雞肉飯啊 那你知道這一家店 它最有名的火雞肉飯是 因為要跟當地人搶食 但是因為我延遲一小時 延遲什麼一小時 開車delay延遲一小時 就可能吃不到了 哎呀問一下老闆就好了嘛 我幫你問我問我問 沒有 我不敢聽 還有沒有雞片飯 有有有 他說還有幾碗喔 快點喔 要不然真的要不入了喔 不要再延遲喔 好多鳥喔 來到嘉義 火雞肉飯滿街都是 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文化露夜市附近的這家 最夯最熱銷的就是火雞肉片飯了 每次都要跟在地人搶 今天算我們Lucky 保版先來三館 走 這麼越創越小車 不是很開心嗎 要自己dissolve 不然你也不給我一點洒液 所以開心啊 開心 還噗噗噗噗噗 不噗噗噗了 不是 不噗噗 心情沒有不錄 不錄了嘛 節目要錄嘛 你是不是就一碗啤酒 欺負我 你在學乃哥對不對 你在學丞翰也學乃哥啦 對不對 我學郭彥均學乃哥 難怪這麼不像 趕快啦開心耶 有雞片飯就開心 雞片飯真的對不對 這一碗有多少 多少片這個雞片 天啊 我跟你說以我就是一個 雞片大江湯北 的天龍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台北哪有這麼嫩的這種 火雞肉肉片 而且台北沒有雞片飯 只有雞絲 雞絲 對 而且 一定要先吃一口這個雞肉 辣辣辣辣辣 你要鞭打是不是 辣辣辣 怎麼那麼嫩 就是那麼嫩 又嫩 而且好香喔 它那個雞油香死了 然後就像 然後等一下 我找到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怎麼樣 喔 雞丼 雞丼 雞油丼 這雞皮上面還有雞丼 難怪它那個香味 就從那邊來了 然後那個嫩 嫩慘了 非常香 然後那個精華 在你嘴巴裡面 慢慢的這樣子 整個渲染 整個嘴巴 趕快來一口飯 痛我不得了 唉唷 雞油真的 香到一個爆炸味 你聽到那個香有特加音的香 沒有 那個雞絲 油蒜在上排飯其中 讓那個飯 米香 有雞汁的香氣 它打面子吃的肉 米絕一汁 嗯 植物只因天上油 真的 太棒了 再來再來再來 然後吃了一半以後 哇這個荷包蛋太多了 一定要這樣 你從台北開始 嗯 因為你是純正的天龍人 對… 越往南部 嗯 台灣鎮美風景是人 越往南部越清楚 對 到家裡已經完全心花開了 你也心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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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這裡去喝酒 對 搶到這碗雞肉片飯 我也心花開了 老闆用的是台灣鎮港的火雞肉 入口細嫩多汁 難怪Google上有些網評說 神級鮮嫩 淋了雞油的米飯也是香Q飽滿 混著黃澄澄的蛋液 好吃到又要飛天了 就這樣就一碗 再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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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碗的中間 再一碗的中間 一定要喝 因為這個湯 聽說很厲害是不是 對 蝦仁湯 蝦仁湯 這也是真的現在 少見 對 北部真的找不到 一個個這麼多的蝦仁 才35塊 35塊這麼多汁 蝦仁湯賣35塊 我這樣算一下 差不多10指 直接這樣給他看 我隨便撈裡面還有 那不只 差不多12指左右 我試一下 OK 清清爽爽 淡雅風味 淡雅風味 對… 但是就會這樣一口切一口 非常適合像我們這種 Gentlemen的男人 沒有錯… 當然 來 我很喜歡那個蝦子 給很多汁 起碼在視覺上 沒錯 跟口…口覺上 有口感上 過癮 再來我覺得老闆是有設陷阱 他如果是跟老闆一樣 他就是陷阱妹 那他如果… 那他如果是老闆 剛剛那個大姐 你說他是陷阱妹喔 不是 通常來 不管你澆湯澆飯 一定先吃飯 就像你講 油香比較重 吃完之後 先會先喝湯 但是臉肚子還不過癮 對 一定會再叫一碗 所以這中間 甚至你可能會有兩碗三碗的風險 對… 風險 風險 沒錯 OK 喝了一口湯之後 有… 酸菜在裡面 它把你的味覺全開了 又再開胃 又再開胃 叫做二次開胃 這個學名叫二次開胃 二次開胃 這叫做二次開胃 開了之後呢 你湯在喝的同時 你以為你快飽了 第二碗來了 你又食慾大開了 又一碗 又一碗 所以我才說它是陷阱妹 你看 這個陷阱妹在時候 比較資深的啦 對 但是也算辣 也算辣… 要我說火雞肉片飯加蝦仁湯 這組標配比陷阱妹還厲害 再來個過貓佐胡麻醬 爽口又夠味 那就是最完美的Ending了 不…